在南海深处的永兴岛 走访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这里的北京路被称为三沙王府井 永兴岛唯一的一条上野街 非常的漂亮 这里有我们七年前结实的渔民朋友 比起以前来想都不敢想 生活现在会有这么好的条件 走进学校 消防队和岛上人家 听人们讲述海岛生活的苦与乐 如果你付出了案 孩子会成为还给你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 第二十二集 三沙 海岛新生活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行走海岸线》 继续在海南省三沙市的拍摄 每周一 三沙市政府所在地永兴岛上 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 现在是星期一早上的六点三十分 微风吹拂 晨光细微 我们走在永兴岛的街道上 听着广播中放出的歌曲 让这个早上显得格外有活力 其实在永兴岛上上班 并不需要这么早起床 不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周一的早上 当地的所有的居民和驻岛的 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齐聚在广场上 三沙市的每个周一从升国旗开始 三沙市于2012年7月24日 正式接牌成立 管辖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陆海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位置最南 面积最大 陆地面积最小 也是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目前三沙市长住人口大约2300多人 户籍人口600多人 永兴岛是三沙居住人口最多的岛屿 在祖国的南海听国歌响起 格外让人激动 飘洋的五星红旗也让人感慨万千 西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然而 这里也曾经历过侵略和掠夺 升级一世后 我们去寻访永兴岛上的两处历史遗迹 在岛上宣德陆的中段 有一座三层高的炮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趁机入侵中国南海诸岛 于1939年3月侵占西沙群岛 并在岛上构筑公式 企图长期占有 同时疯狂攫取西沙群岛的林狂资源 这座由当时日本军队所建造的炮楼 高九米 占据永兴岛西沙之高点 是日本帝国主义 曾入侵中国西沙群岛的罪证 因为岛上林木茂盛 永兴岛曾经叫做林岛 1946年 中国政府派遣永兴号军舰 接收西沙群岛 才有了现在的名字 离炮楼不远 是永兴岛上另一处历史遗迹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 纪念碑正面刻有 南海平翻四个大字 背面刻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 旁属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军燃力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后 中国政府于1946年十月 派遣海军舰队 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南海诸岛 194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海军永兴 中舰两艘军舰抵达西沙永兴岛 十一月二十九日 隆重举行了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 积木仪式 1947年5月 张军燃被任命为 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 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 是中国在二战结束后 收复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南海诸岛 并恢复行使主权的有力证据 在三沙市的所有海岛中 永兴岛无一时建设最完备的一处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海岛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条街叫做北京路 是永兴岛唯一的一条商业街 走在这里其实感觉是非常的漂亮的 看街两边都是种满了椰子树 蓝天白云 整个街道非常的干净 还种满了花 而且走在这条街上 整个设施也是很全的 这边有医院 这边有银行 这边还有邮局 而且路上还有一些超市 美发店 饮品店 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些生活上的需求 平时我们走在这里 就感觉人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也能看到有一些人坐在街边 喝点椰子汁 喝点饮品在乘凉 那我们就找个小店 一起去看一看 永兴岛上的北京路 1998年8月建成 长约300米 相比于很多偏僻的海岛 这里已经可以用繁华来形容 很多人笑称其为塞沙的王福锦 接着走进一家冷饮店 店长正忙着准备各种饮料 你好 在忙着 现在在这边生意怎么样 现在到夏天生意比较好 我刚才这里菜单的内容很丰富 咖啡 果茶 奶茶 像这些内容都是 你自己去研究学的吗 对 我们夏岛是营修学的 而且我看这个价格都不贵 跟一般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奶茶比 甚至还会便宜一些 就可能原来我们理解是 岛上的物资运送比较困难 物价会高 这个定价是你们自己来定的吗 对 我们自己定的 和很多地方不同 永兴岛上的这几家商店 都有国有公司经营 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银贫店内 我们见到了岛上承担后勤工作的 公司负责人李华东 其实它的成本 从运输成本 人工成本 各方面比在海口 其他地方要贵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 基本上比较平利销售 就是让利给驻打的军警民 因为大家远离家人 或者远离内地 过来这边工作也都不容易 所以就是整个企业的经营的方向 和策略 或者它的宗旨 是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 基本上能够持平就可以了 不光是这个 不过我们的理发店 进来剪个头发 也就是20 25块钱 有时候我们在城市里面 在海口或者山下剪个头发 可能上百块钱 2011年7月 李华东从海南万宁 来到永兴岛工作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年 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城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既美丽 但是也是比较落后 因为蓝天碧海 绿素眼镜的 确实比较美丽 一个热带海岛 但是看到别落后 尤其是晚上还是比较难过的 因为那时候 这个电量不保证 这好多地方都没法 保证一个全天的灶明 包括好多房子 也都是限定时间来供电的 也没有空调 基本上都没有空调 那什么时候呢 对 尤其是热 对 有时候都跑到屋顶上睡 十年前 永兴岛基础设施落后 补给船抗风浪能力差 碰上恶劣天气 岛上需要的淡水和各种物资就运不上来 下半年以后 呼吸船一个月都没过来 岛上吃什么呢 也没有那么多青菜的 那就是栽木瓜 岛上有好多野生木瓜都栽来吃 而且还有那时候叫三白 一个就是大白菜 还有那个肥肉嘛 杀了猪那肥肉放在洞窟里面 还有那个白冬瓜 叫三白 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 那现在好多了 现在两艘的不几运输船 五六级风 七级风 它还是可以过来的 如果说它实在过不来的话 我们还空运 可以空运一些新型的蔬菜 肉类 鱼类可以过来 所以现在基本上 这个生活跟内地 跟大城市没有太多的差别了 想办法让岛上人的生活 更方便 更有质量 是黎化东规划 这个小小的商业区的出发点 从前 岛上人手里有钱 却没有什么地方去花 如今在北京路 人们可以点上一杯饮品 坐在艺术下乘凉聊天 享受片刻惬意的时光 岛上人的生活最需要什么 就想办法经营什么 在这样的思路下 北京路上的超市 冷饮店 理发店 水果店 美食园等陆续开了起来 冷饮店协对面的超市 是人们光顾最多的地方 其实我看这里面 虽然店面不大 但是东西也很全了 对 比较全了 而且有这种很明显的标识 这边一般的 这边是冷冻的饮品 这边是一些食物 对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 夏季的防晒的衣服 对 防晒 对 像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超市有多少东西 有多大呢 刚开始品种比较单一 就是一百来个品种 那么现在将近几千个品种 差不多三千个品种 小小的超市 看似不足为奇 但在偏远的海岛上 却非常重要 作为永兴岛上 唯一开放的超市 人们下班后来这里 买瓶饮料 休闲时买些零食 甚至偶尔来包 方便面换换口味 人们逛超市除了买东西 对于相对单调的 海岛生活来说 更是一种调剂 也让永兴岛 多里斯城市的气息 这里的货品 全部都从海南岛运来 大约每半个月 补货一次 听说第二天一早 补给船三山二号将要靠岗 我们与李华东约好 去看这艘最新的交通补给船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多钟 太阳快下山了 温度降了下来 吹着小风 应该是一天能感受到 最舒服的时候了 岛上的人们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可以下班放松放松了 我们走在街上 看到很多人在散步 有的人还在打球 而且当地人告诉我们说 这里还有一家电影院 每天可以播放电影看 而且这里的影片和内陆地区的影片 是同步上映的 工作人士的时候每天有一场 在周末的时候每天有三到四场 而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免费的 第二天一早 李华东带我们来到港口外的防波堤 三山二号正在进港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四十五分左右 我们看越南海挂在天上 后面就是三山二号了 它的开速真的很快 它从青兰开到我们永庆岛 正常情况下是三个小时 而且都是七发招致 比较方便 它是一个大型的客滚轮 在船舱的底下 可以容纳二十辆标准的集装乡车 主角把你上的这些客房 我们可以一下子 可以住四百五十个人的 交通补给船三山二号 于2019年8月20日首航 航区可覆盖整个南海 是三山设施后建设的第二艘客滚轮 我们现在也能看 它已经是慢慢地使进港口了 整个船身非常大 但是在14年 我们也放到家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还是用穹沙三号 在进行一个运载 对 它们这两个船对比起来 大小上会有很大差别吗 对 差别很大 这个大概的排水量在八千吨 穹沙三号它的排水量 才两千五百吨 而且穹沙三号的话 它的条件很有限 就是前后一个一个舱 各主导单位的粮食 蔬菜 还有其他的日用品 大家都往这个厂里面丢 也要特别凌乱 搬起来也特别的不方便 很辛苦 效率很低 而且装船下船 包括路上的损耗也特别的大 来到码头 三山二号已经靠港 它全长128米 宽20.4米 最大航速22节 抗风等级十几 一次可装载1000吨淡水 可以给岛上提供足够的淡水补给 刚刚我们看三山二号 在大海底航行的时候 还不觉得它是一艘特别大的船 但是当我们近距离 站在它旁边的时候 会发现它整个船底 是真的特别大 我们看大门打开 我们就看到里面的 这些几座船车了 它大车小车排得特别的紧凑 这个船员的水平也特别高的 剩下的空间很小很小 车和车之间 就是仅仅一个人可以过来 这个空间利用的非常难 对 利用的 因为也跑一趟 毕竟这个路比较长 然后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能用的 它都每个空间都能用上 不浪费 三山二号母港 在海南文昌市的青南港 只要天气允许 每隔四五天 就有一班船 往返青南港与永兴岛 驻岛工务人员 可以免费乘坐 三山二号是一艘现代化的交通补给船 同时具有行政管辖 应急救援指挥 医疗救助 科学考察等功能 三山建设后 大力解决导礁运出补给问题 2015年1月 7800吨戟的三山一号实现首航 2019年8月 三山二号又投入使用 加上永兴机场民航开通 三山 这个位于南海腹地 被称为浪花上的城市 已不再像昨日那样遥远 在南海深处的永兴岛 走访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这里有我们七年前 结识的渔民朋友 比起以前来 想都不敢想 现在会有这么好的挑战 走进学校 消防队和岛上人家 听人们讲述 海岛生活的苦与乐苦 如果你付出了爱 孩子会成为了还给你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 第22集 三山海岛新生活 正在播出 在永兴岛的东边 有一个渔民村 现在这里叫做永兴社区 2014年 我们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事的组 也曾经来到过这里采访 当时这里都是泥沙地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高层的小楼 村民住的都是迪矮的棚子 现在来到这儿 我们一看变化特别大 完全看不出曾经的模样了 那当时呢 我们设置组 也在这里采访到了 第一个拿到三沙市身份证的 彭力平大哥 现在我们想找到他 看看这七年来 他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变化 眼前的永兴社区 一栋栋白墙黄顶的两层小楼 在叶林间错落分布 花草和绿植 将这里装点得像花园一样 我们完全无法将这里 和七年前的渔村联系起来 您知道彭力平大哥家住哪吗 谁啊 彭力平 第二家 后面的第二间 就是这第一间 就是有绿棚子的那家是吗 第一家 第一家 好 谢谢 应该就是这家了 你好 有人在吗 你好 有人在吗 我们来得不巧 听邻居说 彭大哥出海捕鱼 大概半晚才能回家 在社区走走看看 我们发现 这里的渔民 有些不在于打鱼为业 而是做起了海产品生意 刚刚你一直在打包 一直在忙 这边打包的是什么呀 冰鲜鱼 这一箱的话 主要是那个红石斑 这一箱也是红石斑 都是鲜的吗 就鲜的 就是昨天钓的 然后处理好 初冬 然后到今天就发走 现在是发到哪里 这个箱发海口 这箱也发海口 电话量大吗 你走的话 固定有十多个泡泡箱 五六百千万 永兴岛开通了 无质信号 因为交通改善 快递收集也没有问题 34岁的福帅 老家在海南万宁 14岁随父母来到永兴岛 跟着一起做海产收购批发 现在他和妻子 孩子都生活在这里 我看您算是岛里比较年轻的一代 对 那个渔民二代 那为什么说还是想要继续在这边生活 不是说要搬到其他的地方 觉得这上面也挺好 觉得这里哪好 起码环境好 不像家里面 家里面他那个声音其实很激烈 起码它上面的话 节奏比较缓慢 你家的平均也好 就是收入也能保障 但是生活节奏 也是让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 对 像我们白天干活 晚上六七点 那时候就下班 下班以后就没下去 喝小茶去了 下午六点左右 太阳快要西沉 我们又来到彭丽品家 等着这位老朋友出海归来 彭大哥 您好 对我们上午就来了 然后说您出海了 现在彭大哥 我们到晚晚上再来 说彭大哥终于回来了 这是家里的朋友也在 可能看我不太面熟 但是对我们节目应该面熟 以前好像稍微胖了一点 换人了 对我们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记者来这吗 采访过您 对 现在好像要瘦一点 然后来看看您 今天上午去出海了 对 在刚回来 捕得怎么样 多不多 今天都捕了什么 今天捕了有两百多星 因为七年前的采访 彭大哥对我们远方的家栏目 仍有印象 刚刚大哥也是去出海一身 都是海水 所以去冲了个澡 现在舒服些了 对刚回来 身上是海水连连的 今天捕了什么 今天鱼啊海参都有 今天的鱼呢 鱼都卖了 一靠马都一卖了 不愁卖 不愁卖 倒是鱼不愁卖 相当于每天去捕捞 有收获 然后当天也就能拿到这个钱了是吧 对 它这个鱼 它买了以后 过程撑了以后 它晚上就微信一转三千里 那今天大概能收获多少呀 有算过吗 今天收获还可以 今天收获有三千块钱吧 那不错啊 听彭大哥说 出海收获的多少 主要看天气与海矿 现在它主要以捕鱼为业 在南海 福济休旅的三个半月 和下半年海矿不好时 也准备和社区里 很多其他渔民一样 开个渔家乐 增加收入来源 我看您这个小院子 特别干净 而且之前我们摄像老师 也是14年的时候 来到过您这儿 上午您不在 然后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直接说 这是彭大哥住的家吗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我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我们住在平房 那个铁皮大的房 现在是住在楼房 是这个位置吗 原来是 不是这个位置 以前是在那边 码头靠码头那边 这边是政府有规划以后 咱们搞一个渔城 所有渔民都在这边 彭丽萍2017年搬进了现在的楼房 渔民入住新居 平常只需缴纳电费 其他费用全无 58岁的她是湖南常德人 年轻时在海南琼海的大船上工作 来永青岛20多年 彭丽萍是第一个拿到 三沙市身份证的渔民 2014年我们采访她时 她的身份证没有带在身边 这次特意给我们拿出了 自己的三沙身份证 以前在早上也就没有几个渔民 最后渔民多一点 慢慢以后政府就动用 把这个户口就带回来了 渔民算是我第一个拿身份证的 那在这边拿到了三沙市的户口 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便利条件 因为妻子在海口照顾上去的孩子 彭丽萍和舅舅表弟三个人 生活在岛上 一起出海捕鱼 三个人三间房 三室呢 对 三间房 这是我舅舅的 这是我那个小弟的 这是我就住在这边的 看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都有 我们这个时候有阳台的 每一间都有阳台 有阳台的 这阳台很大的 看 彭大哥很会享受生活 这边放了一把这样的摇椅 晚上没事的时候 换个阳台嘛 换个阳台 我们就坐在这个躺椅上 坐着舒服一点 站在阳台上向外望去 眼前是高大的衣术和漂亮的楼房 彭丽萍说 从前永兴岛上的淡水补给非常有限 而现在渔民新村很快就要安装上直饮水系统 从海南岛补起来的淡水 经过再次进化 会通到家家户户 可以直接饮用 那彭大哥你对现在生活满意吗 这个现在肯定满意了 比起以前的 我们就是想都不敢想 待了那么多年以后 生活现在会有这么好的条件 出海辛苦了 我们就晚上坐一坐聊聊天 不出海的时候 我们就打打把牙一起聊聊天 就这样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轻松的 在渔民村看到的一切 让我们对永兴岛的变化 有了更深的理解 西沙群岛 中国南海中的明珠 在不懈的努力建设中 未来的发展更加令人期待 在南海深处的永兴岛 走访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走进学校消防队和岛上人家 听人们讲述 海岛生活的苦与乐 如果你付出了爱 孩子会成为了好运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岛线 第22集 三沙 海岛新生活 正在播出 在永兴岛上 本地的渔民有150多人 算上后来的新三沙人 在这里常住人口有800多人 虽然人很少 但是有孩子的地方 就一定有上学的需求 我们在永兴岛的主干道上 能看到最显眼的建筑 就是永兴学校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很大 建设得也很漂亮 那永兴学校 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学校门口 我们见到了校长阮兆春 阮兆校长 这边是永兴学校的牌子 刚我看这边还有一个 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兴学校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琼台师范学院 是海南省专门培养 这个幼教跟小学师资的 这样一个本科院校 永兴学校呢 从2018年正式签订 那个托管协议 现在永兴学校所有的师资 都是由这个琼台师范学院 派驻的老师 琼台师范学院 是历史悠久的海南师范名校 目前向永兴学校 派出了八位老师 另外 每年还有三位实习生 上岛辅助教学工作 永兴学校设幼儿园 大中小三个班 小学设一二三年级 三年级后 孩子需要回到海南本岛上学 老师 他们现在是在上体育课吗 我们现在上完体育课 然后那个 所以在摘椰子呢 然后我们在 我怎么有呢 我这就在摘椰子 然后下午有一堂 那个美术课 摘椰子树 院子里 长着几棵高高的椰子树 几名消防队员 已经架好云梯 准备上树摘椰子 老师把小朋友们 带到安全的地方观看 校长我看刚才老师说 他们上的是一个科学课 来认识椰子 我一回头发现 是消防队员 在这边帮忙摘椰子 是专门为了这个课程 请他们来的吗 还是他们摘椰子 所以顺便开了这个课程 应该是为了学校的安全 雨冰岛的椰子呢 非常甜 但是呢 椰子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椰子树 这个产椰子量很多 基本上是每两个月 就要来做一次采栽 因为这个越来越高 这个只能请消防队员 用这种专业的这种设备 来栽椰子 因为椰子落下的时候呢 还会有安全隐化 消防员一边清理枯枝 一边摘下椰子扔向地面 引来孩子们的一阵阵惊呼 最像平时这种 也会经常帮助岛民 来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 这个应该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般岛民会有什么事情 找你们帮忙 像满风 对 说不是啊 他们没去线烙啊 就是说比较扑发性的东西 他们解决不了的 一般他会说 请你们过来帮忙 几位消防战士来自 三沙市消防救援支队 西沙特勤战 特勤战于2016年12月成立 据战士们介绍 作为永兴岛上 唯一的一支消防救援队伍 针对海岛特点 他们日常会强化 水上救援科目的训练 我们运好 在当天下午训练时见面 跟着燃校长 继续走进二楼二年级的教室 孩子们正在上美术科 你是一直在三沙这边生活的吗 那你来这边几岁过来的 两岁 你现在几岁了 三岁 校长像这个学校 现在是建校有多段时间了 建校有五年 他在岛上已经到了六年了 他从学校一建立 他就是第一批的学生 像这边的孩子 有的是本岛居民的孩子 然后有的是这边 公务人员带过来的孩子 对 他父母都是岛上的职工 也都是岛上的元老 都是老七沙了 2012年7月 随着三沙建市 更多人来到永兴岛工作 人们希望三沙 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学校 可以让孩子们 在父母身边学习和生活 2016年2月 永兴学校建成开学 新学期 共招收学生22名 其中幼儿部15人 小学部7人 现在永兴学校 共有13个小学生 我们走进一年级教室 班里只有六个孩子 这是小学三个年级中 人数最多的班级 第一年级是六个 二年级是五个 三年级呢 实际上在下只有两个 但是老师还是会把 所有的科目都会 进行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教学 按照这个教育部 反正是教育厅的规定 十几个课程都是 全都按照教育标准开车 我们可能走进这样的教室 觉得很特殊的 偌大的教室只有几个学生 但是老师教的都很全 是的 我们这里可以成为研究生吧 在永兴学校 每位老师都身兼数值 包括阮校长本人 也给三年级的同学 开手了信息技术课 这堂课 他要给孩子们讲解 电脑游戏编程的基本原理 这是阮校长 对小学信息技术课 所进行的校本化改造 一般电脑设计分两类角色 一类是有玩家 就是有我们这个玩游戏的人 他控制的角色 比如说我们这架灰色的飞机 还有它对立的一方 我们另一架飞机 现在正在不断移动的 这个就是电脑控制的角色 注意看 为了我们人来控制这个战斗机 所以我们也要给它加上脚本 这个脚本控制是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可以看 一个是当向上按钮按的时候 把它的外坐标增加 当向下的时候外坐标减少 也就是说它可以上下移动 这个左右也一样 是增加 阮校长的讲解清晰易动 令我们有些惊讶的是 在永兴小学 孩子们不仅能够接触到 这样的电脑编程课 而且完全可以听懂 并动手实践 从中体会到创造的快乐 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当中 不缺乏感性思维和这种 就是哲学上的一种宏观的思维 还是反倒是对于这种 比较仔细的逻辑计算思维 尤其是计算思维特别缺乏 面对这个来自科技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孩子 更应该加强计算思维的训练 为助导人员的孩子 解决上学问题 是永兴学校办学的宗旨 所以这里没有像普通学校 那样严格的学籍管理 即使是工作人员短期上导 只要有孩子需要入托入学 永兴学校都给予接收 并且费用全免 您现在就是最高是到三年级 那以后还会逐步地往上开设吗 就目前这个情况 开到三年级 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毕竟岛上偏远 十字力量薄弱 在三到十岁 孩子重要的是 个人生活圆域养成 和父母能够在一起 到了四年级 还是希望他能够在岛下 接受更好的知识教育 那您觉得 燃兆春已经年过五十 2019年8月 他受评担任永兴学校的 第五任校章 像原来可能是做这种高等教育 教大学生 然后现在教小朋友 是不是感受很不一样 是的 因为这个教育孩子 我觉得比教育成员 可能更有它的特殊性 孩子每年都不一样 它的一步步成长 让老师们感到很有成员感 很有收获 而且孩子们的感情非常的真挚 如果你付出了爱 孩子会成倍的还给你 所以做幼教呢 确实有幼教的辛苦 也有幼教的快乐 海岛生活相对艰苦寂寞 在很多时候 工作和照顾家庭无法两全 所以上岛的基本都是年轻老师 一开始呢 我们这个语心学校的老师是 排口室各个学校抽调来支教 但是支教呢 它不能时间太长 也就是一个学期或者顶多一个学年 这样的话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所以从18年之后 我们正式穷台师范学院 跟三萨市签订托管协议 师资就由穷台师范学院来派驻 我们老师的这个周期 基本上是三年以上 连续驻岛是按学期来算 一个学期四五个月 基本上都要在学校 跟孩子们在一起 在永兴岛的两年时间 燃兆春对这所海岛学校 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我可能是时间最长的校长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终结的校长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就是以往的校长是一年任期 我在这里呢 只要需要吧 我就希望能够长期工作下去 不觉得这里的生活太简单 这里有这里的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确实这是我最有意义的一份工作 在永兴岛学校呢 跟着孩子们 跟着老师们 年轻老师们一起成长 把学校扮出它的特色 扮出它应有的模样 是我内心的一个梦想 对于永兴学校未来的发展 燃兆春有一套成熟的想法 把学校扮出海洋特色 结合信息技术 突破地理限制 努力建设智慧校园 是它所追求的方向 现在 这里已成为海南省第一批 5G远程教育试点学校 与北京及海南本岛上的一些学校 也开展了同步课堂教学 永兴学校的发展让人相信 未来这里的孩子们 将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午我们如约来到码头 消防战士们正准备在这里 开展水上救援演练 西沙消防特勤战 除了常规的救援力量之外 为了应对海上的突发情况 还配备有水上的救援力量 这其中就包括有专业的潜水员 来进行水上的救助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永兴岛的民用港口 平时他们也会在这个港池里进行训练 今天我就去体验一下 听分队长宋元凛介绍 当天的训练科目 包括冲锋舟驾驶和落水者救援 两部分内容 那对于潜水的救援员来说 在这边要训练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水下救援工作 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个群众落水 下去之后 用我们就是专业的支持 先给它安抚 因为海况比较复杂 所以它会很紧张 越紧张就越容易呛到水 然后就是陪它供养 用养气面 用两个呼吸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有些新遇难的群众 选到海底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欧型 中间一个支点 就是支点头 比如说十米三国内 最后一圈之后 然后中间那个支点会给你信号 然后你再放开 就十一米 就一直像原规一样 因为获大的搜索 第三个的话 就是比如沉船 或者是风荡大的情况下 那个群众的贵重物品 掉到海里面 然后我们也下去 进行给它一个搜索 消防队员们在岸边 准备潜水装备 我们的记者也换上了潜水服 随后 一同驾驶冲锋舟 来到港池中央 开始水下训练 假如说我是一个落水者 然后我现在很害怕 你要怎么办呢 现在靠近的时候 就先安抚它 比如说 哎呀落水了 救命了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来救命了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 掉下去按你 就是我们先控制它 不能让它先控制我们 如果被它控制之后 它会一定会 往下按 这样按你 你会很危险 对对对 然后我接下来就 无准到两个人的失眠 然后过来的时候 先安抚它之后 就一把 抓住 抓住页下 我明显 感觉到 真的感到我托起来了 而且因为现在 我这个里面 穿气 我是很容易飘死起来的 但其实如果没有穿着这种 落水又很慌张的话 其实不是很容易控制的 分队长宋元林介绍 在救援过程中 消防员会将落水者 脱去出水面 然后采用养泳姿势 将落水者 带到安全地带 那如果有人员的贵重物品掉落 或者是有人员发生密码 下去要进行一个收救的时候 该准备做呢 在上面水上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讨论吗 在水上面 应该就商量好 下去做 我们看是用方形做做 还是圆形做做 那这个方形和圆形搜索 有差别吗 圆形搜索的话 就是比较密集 方形搜索就是 它一个面积 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方形搜索 那一会儿 我们要练习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会儿 就练习一下圆形搜索 在水下搜索中 所使用的圆形搜索法 是两名潜水员配合 以其中一人为圆心 另一人从半径两米开始 进行圆形搜索 在搜索一周后 每次将半径扩大一米 继续搜索 直到发现目标 比如说你每天我绕了一圈 然后我要给你打一什么样的手 然后我带你一帮忙 对 钻绳 钻绳子来进行传绵 对 告诉你一圈完了 我该给你放绳了 如果是另一个搜索者 吃了东西之后 就带绳带三一带 就告诉那个东西 就找到了 另一名消防员 行真心与记者伊拉娜一同下潜 带记者体验如何进行圆形搜索 潜入水中 行真心将绳子递给记者 事宜将以记者伊拉娜为圆心 开始圆形搜索 港池水深大于十米 海水从岸上看很清澈 但是当海底沙土飘起时 水中的能见度下降到一米左右 在圆形搜索的过程中 其定点作用的潜水员 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位置 这样才能确保搜索范围 全面而准确 根据下潜之前的约定 进行圆形搜索的潜水员 拉绳两次 代表可以放绳 拉绳三次 代表找到了目标 在循环搜索几圈后 消防员行真心 拿到了模拟目标物体 回到记者所在的原先为止 训练结束 可能一般我们大家提到潜水的话 会想的是去探险极限运动 或者是一些观赏类的这样的运动 但是当它作为一项搜救任务 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 它富裕的意义就是不一样的 你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尤其在这样茫茫大海当中 对于物品的财产安全 和人的生命安全 进行一个保障的时候 我觉得你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夕阳西下 天边的晚霞 映红了海面 永兴岛的落日每步胜收 短短的水上救援体验 让我们对消防员的职责 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些消防员 有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老兵 也有刚刚加入消防队伍的新人 那你们喜欢这里吗 喜欢 喜欢这里的什么 蓝天白云 大海 还有人 还有人 在这里跟那些村民 还有那些人比较亲近 有什么忙他们都会叫我去帮 有什么活动干嘛叫我们参加 他们都很乐意 就是很亲近 就是我们走了很近 消防员们来自五湖四海 无论家在海南岛还是外省市 除了每年的休假都必须坚守在永兴岛 坚守在自己的站位上 平时在这边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三百多天的时间是住岛的 差不多 那在这住岛的时候会想家吗 现在还好吧 因为现在通讯也这么发达 也就是可能在节假日的时候相对来是要比较想家一点嘛 那在每次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爸爸妈妈看到我肯定是很高兴的状态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回家是临时的 就是临时决定才告诉他给家里面说我回去了 然后家里面父亲一直在家里面等我 等到晚上就是凌晨的三点钟 对然后我回去以后 爸爸问我吃饭没有 我算没有 因为已经凌晨了嘛 大概煮了一碗面 然后感觉就是 那会儿就感觉特别的感动 在西沙消防特勤站 很多消防员都是90后或者95后 年龄小的甚至还有00后 这些消防员尽管在父母眼中还是孩子 但年轻的他们在祖国的天涯海角 已经扛起了守卫平安的职责